感谢主 哈利雷亚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今天是复活节的时候 在一个很大的消息的时候 耶稣是充满恩典的 因为死亡的权势不能够成为耶稣 而当耶稣被第一十字架 似乎好像是输了 但他说是成了 然后第三天从死亡复活 是证明他完全得胜死亡的权势 是胜魔鬼的权势 从此以后我们就有复活的生命 有永恒的生命 还有有从神而来各样的恩典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复活的耶稣是起死回生的神 起死回生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心态 有些觉得很惨 很困难 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神起死回生 我们首先做一个复活节的经文 马太耶稣是八章二折 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捆开坐在上面 哈利弱茅 像茅如同闪电衣服结白而说 看守的人就因得下来混身乱戒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父女说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了钉十字架的耶稣 在主人的时候 忽然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 从天上下来将石头捆开 并不是耶稣将它捆开 而是天使将它捆开 而坟墓已经是空的 耶稣已经出来了 它是一个超自然的方法 好像他来到见门徒的时候 是不需要开门的 耶稣便离开了这个坟墓 然后这个天使的样子就像闪电 因为这种是神的荣光 好像闪电一样 衣服结白而说 看守的人就吓得混身乱戒 他们就很害怕 甚至跟死人一样 因为在神的面前 没有一个人是够大力够强壮的 多强壮的 罗马兵兵都即时 是即刻没了能力 然后天使就对父女说 不用怕 我知道你是找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 然后在第六节 二十八章六节 他说 他不在者女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然后天使就告诉他 耶稣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然后就告诉门徒听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以先往加利利去 你们要见到他 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 这就给我们看到 耶稣已经胜过死亡的平息 是带给全世界的人 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是我们不再被死亡减锁 已经超越死亡 完全胜过一切的拳势 一切的拦锁 这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在耶稣的復活之后 亦有无限量各样的恩典致给我们 我们加上一些其他的证据 就是有很多人曾经去过天堂 大家如果上YouTube去找 如果说英文是非常多的 有很多人死后的经历 在香港也找到 也有人有这个经历 如果你想了解 你可以直接接触我 找叶牧师 网上找叶牧师 YouTube就找到我了 曾经有一个人 叫Colton Burpo Colton Burpo 就是一个小朋友 当他很小的时候 他曾经在有病的时候 他离世 离世去到天堂 并且他就见到 他已经死了的姐姐 即是他姐姐是死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他去到之后 他就问他妈 我是否有个姐姐 原来他在天堂 看到那个姐姐跟他说话 然后也见到他的爷 他也没有见过他的爷 但他能够说得出 他爷小时候的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因为他见到爷的时候 爷是年轻的 这个也有中文的电影 已经有天堂 已经有一套中文的电影 让我们看得到 这位耶稣是真是一位活着的神 是我们真是信耶稣的人 死了后是上天堂的 亦都知道那位王全道 他很多时候 祈祷会上天堂 他真的用了很长时间 很长的时间 每天三个小时等候神 起初等候神的时候 经历的是他重担释放 然后后来 他就慢慢见到 他整个人 耶稣有一天来 他说 你已经等候神很长 我现在带他去天堂 就带他去天堂的地方 就见到天堂不同的情景 我在YouTube上也有 王全道的影片 这个是给我们看的 原来真的不是 不只是有些人死了才去天堂 是人等于 这一幅照片 下面有两个家庭 其实有三个家庭 见证他真的去过天堂 如何见证呢 其中有一个就是 因为王全道的妈妈 也是全道人 她妈妈 在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 是帮她侍奉的 而丈夫死了 丈夫死了先 王全道 去到天堂 就见到这个丈夫 见到这个丈夫的时候 丈夫跟她说 你记得叫我太太 多些祈祷 和多些侍奉神 还有呢 又跟王全道说 你不要误会你妈妈 你妈妈其实跟我们说 很多好东西的 因为王全道 她从小到大 她妈妈是没有什么肯定她的 她经常觉得她妈妈 不接纳她 但是呢 在这一次的经历 她上到天堂 这女孩告诉她 其实你妈妈 和我们两个夫妇 说话的时候 很多时候说到你 而觉得 是一个荣幸 因为她读到大学 但是她妈妈 从来没有赞过她的 所以王全道就回到地上的神 她就问这个 在教会侍奉的人的太太 那太太就问她 是否真的 就是我妈妈 时时跟你说 关于我的 就是 欢喜我的情况 因为我而欢喜的 那她的太太说 是的 她真的跟我们这样说 那就是说呢 她真的见到王全道 真的 在天上见到 这个死了的丈夫 并且呢 她又问她自己妈妈 妈妈都这样说的 好了 另外有一个人 她是没有涉录的 因为这个保护过人的怨妇 那我是有涉录 但是呢 有影片 但是没有看到那个人的样子 那那个影片是说什么呢 这个人呢 他死了呢 也是 就是 就是 又是见到王全道 就告诉王全道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家人 很开心啊 你不用担心我 我现在很开心 那然后呢 他就叫她 你告诉我的女儿 你告诉我的女儿 你呢 你呢 我很满意你的婚姻 那王全道就告诉他女儿 他说 你爸爸说 你很满意你的婚姻 那女儿就说 你肯定见到他了 因为这句话 他曾经跟我说过的 所以是 只有为你家人才知道 但是呢 你不是家人 你知道一定是你见过他 即是说 在天堂见过他 那另外就是 他自己的亲属 耶稣跟他说 你要为你的祖先认罪 因为你的祖先流人血的罪 那他呢 就为了这件事 来到悔改认罪 代替他的祖先 然后回来问他妈 我祖先哪一个是杀人的 他就告诉他 你的太爷 以前日本人来的时候 是汉奸 那日本人给了他一支枪 那他有时晚上走出去 就会 不知道做什么 有时杀了多少人都不知道 那呢 原来他的太爷是汉奸 而他又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呢 上到天上的时候 耶稣告诉他 所以这个人的经历 告诉我们 死了并不是完了 天堂是真的有的 是真的有复活的 真的我们上到天堂 是见到耶稣 见到天堂所有一切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真的 真的信靠这位 是创造天理万物的耶稣 神的儿女将来都会复活的 那这位是乔云 他已经离世了 其实乔云离世之前 也曾经有试过 好像三次是离世 也都是有超自然的经历 那由后来他真的离世 那到将来天堂的时候 他就不再是老的乔云 是他年轻的乔云 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 原来我们将来一日 去到天上 都会是年轻的 都会健康的 也都将来永远享受 神的爱 所以耶稣的福本 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好消息的 好了 但是在这个疫情之中 我们现在来说 真的觉得有很多问题 我刚刚弄这张线 是昨天弄的 就是4月11日 是有170万人 确诊了冠状肺炎 我今早看新闻 有多了7万人 是177万人 确诊了肺炎 包括那些痊愈或死亡的 总之凡是确诊的数目 而这个数目 大家看这个Graph 是向上的 一直向上去的 就是给我们看到 这个数目一直加增 因为有很多国家 他们不能够实行一些措施 以至肺炎的扩展是很严重 所以很多人就受影响了 这几样的事情受影响了 经济困难 前景困难 还有活动受了 就是去哪里又受了 还有民生的遥动 很多人就担心 还有学业事业都受影响 这个世界是会受影响 现在这个疫情 就算是真是很强烈的 控制一切 都不是会在短期之内 可以处理到的 所以都会带来全球的经济的影响 和各方面的影响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 站得稳 而我很觉得 这个是世界末日的一个警号中 这个不是好像以前有的灾难 是短暂的 这个灾难似乎是会长的 就是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是告诉我们 世界末日快到 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知道 我们活在末期的 我们不再在一个 就是好像耶稣回来了很久 我觉得这是一个警钟 耶稣回来很快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 我们很需要耶稣復活的讯息 和能力去帮助我们 好了 我们说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主的復活 叫我们起死回生 耶稣的復活 是赐给我们一个大能的 首先 《弥福所书》二章五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福音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 一同復活 一同在在天上 首先我想说一说 这个在希腊文是过去识的 就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 是什么时候呢 是当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神就叫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 这个不是说将会天堂 是说我们信主那刻 但当我们仍然在最终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耶稣叫我们活过来 有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在希腊文他特意用了这个字 加上去 这个字本来没有的 他自己作了一个字 加了一个叫做 prefix 这个字之前有一个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意思就是一起这样解释 就是现在我们synthesis 那个字 S Y N 在希腊文就是S U N 就是一起和耶稣一起活过来 有新的生命 然后和他一起复活 有一个新的生命生出来 然后一起坐在天上 那怎么一起坐在天上 当我们死到罪过犯法 信主立刻坐在天上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和耶稣在天上 已经有这个身份了 我们已经和耶稣有这种坐在天上 得性的身份 得性的权柄 这个权柄是各个基督徒都有的 我们是有属天的权柄 我希望大家在一个困难的时候 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很惨 很没有盼望 我们是深信 在这个困难之中 在这个疫情之中 我们是一个天上的权柄 我们是天上的子民 是有天上的权柄 圣经说到耶稣说 当我们奉主名求名的时候 是会给我们成就 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成就 我们是有这个权柄的 希望我们大家深信 我们有这个权柄 并可以去行使这个权柄 因为我们可以为人祈祷 病得医治 可以赶鬼真是邪灵出来 就是因为有这个权柄 可以为人祈祷 他经历到神的工作 生命改变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耶稣父会 带给我们一起活过来 一起有这个属天的生命 一起和耶稣一齐 在属灵里面坐在天上 接着下一个经文 以课所书一章十九节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欠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若知我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 或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这里讲到神向我们信耶稣的人所欠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有多大的能力 是什么能力呢 就是照他基督耶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復活 就是神这个能力超越死亡 这个是人不能超越的 当人死亡的时候 是没有人能够叫他翻生 但是神能够叫耶稣从死里復活 而这个大能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 就是我们都有耶稣这个復活的大能 我们有叫耶稣復活的大能 临到我们身上 那么这个大能是如何呢 就是叫耶稣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所有的能力 一切的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年来世的价格超过你 就是说原来这个大能叫耶稣圣的一切都赐给我们 我们都有这个无限的能力 有些人说我没有 我都没有经历到 你所说的权柄能力 很多人没有经历到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他跟神关系不深 还有很多埋怨 就是说神都不帮我的 很惨啊我很凄凉啊 他担心懼怕 他没有信靠神 没有亲近神 自然就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信心去行使这个权柄 就是圣经说了这个权柄 信的人哪有神积除了他们 就是奉我命 赶鬼 还有审案病人病人 就有多好了 还有圣灵各人 因此都是自己信的人 但是有很多人觉得今天没有了 以前有今天没有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今天都有的 保罗在高龙德事主十二章 讲到具有属灵的恩赐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将来你们没有的 他并没有说将来你们的恩赐 你快用了 将来没有的 他并没有这么说 而是讲到我们真的 仍然有这个属灵的恩赐 在马克福音那里有讲到 就是说 你往普天下全方级万民听 全方级去全世界 信而受死必然得够信的人 这个神积除了他们 就是奉我命赶鬼 审案病人病人 就有些好力 就讲到这个权命 是什么时候一直 全方级到万邦的时候都有的 但是有些人就说 这个经文在有些古卷没有 但是呢 其实你上网问 在这个古卷没有的古卷 之前也有其他古卷已经有的 并且有一些教父 那些教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的一些宗教的领袖 已经有quote 选用这段经文 因为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在圣经原文有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我们深信 圣经所说的 是耶稣所说的 也都是耶稣容许这个经文 在今天的圣经 是因为耶稣掌权 祂是让这个经文停留在那里 所以我们有信心 耶稣真的刺兵我们的权命 在福音传电的时候 是有信的人 没有能力除了他们的 圣灵要降到他们身上 你就必得了能力 一直游到撒冷 主要地去作耶稣的见证 所以希望大家深信 我们有这个大忍 耶稣復活的大忍 然后以法所书四章八字 所以经常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努力你仇敌 将各人的恩赐赏给人 这就是说到信耶稣的人 因为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 他就努力仇敌 他就将各人的恩赐赐给我们 就是说他復活升天 他就有一切的恩赐能力 他能够将这些恩赐赐给我们 有很多基督徒就很渴慕恩赐 他说有没有什么恩赐 但其实我们应该渴慕神 因为神就有恩赐 当我们听话 我们亲近神 信靠神 处理生命 时时遵同神 自然神就将恩赐赐给爱祂的人 有很多人他们没有恩赐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根本跟神关系有问题 他们的身边有很多的阻碍 所以他不能够发挥这些恩赐 但是当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 神会一步一步将恩赐赐给我们 当然当人有这个恩赐 他需要去粗练和去运用 他才能够在这个恩赐上发挥 就是说 我们以上三处经文说到什么呢 信耶稣的人有这个位分 我们跟耶稣一起坐在天上 还有呢 第二个经文就是说到 我们有这个无限的能力 第三个经文就是说到 我们有各样的恩赐神会赐给我们的 好了 接着下一个就是说到 我们将来会复活和被提 在世间的每日的时候 主耶稣就会叫死人起死回生 即是复活和被提到他那里 但我们需要正确明白 复活和被提是怎么发生 和什么时候发生 因为很可惜呢 就是有很多人 他们是没有用圣经的研究 就产生了很多的信念 就以为是在灾难前 灾难中的基督徒已经被提 那因为 有些人就说 启示录那些灾难不是被基督徒的 所以他们是可以被提 但这个只是一个人的想法 圣经没有说都是这样的 因为回应他们的提问 是比较详细複杂的 大家都可以问我 即是可以上网问我 我可以回答 但我今次主要是由 圣经的几处经文 去给大家看到 圣经是告诉我们 被提的时间 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并不是逃避大灾难的时候 并且是 这段经文的研究 我真的用了很多时间 其中有一些我已经一早研究过 但在前几天很奇妙 我很累 我到黑暗坟一直问神 神还有什么关于这些经文 在那个时候 神给了我一个意念 我今天就会加上去 给了我的意念 就是给我们知道 被提的时间 耶稣回来 是非常肯定的 我们大家看看 第一个经文 《高龙德前书十章》五十二节 《就算一刹时闹眼之间》 《毫童末次出向的时候》 《因毫童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那为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就是一个忽然间一下子 忽然间这个《毫童末次出向的时候》 这个《毫童末次出向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知道这个时间 就是《毫童末次出向的时候》 有什么发生呢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那为 不那为 就是后面的经文 我没有写出来 就是说到 《胜或死亡的权势》 那条经文也说到 死人要得性的权势在哪里 你得性的独钩在哪里 得性的独钩在哪里 得性的独钩就是我们的罪 罪的权势在律法里 但是呢 靠着耶稣已经得性了 这里是说到 成为不那为 就是说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然后我们会改变成为不那为 所以这里是说到 基督徒 死的基督徒 是会复活成为一个不坏的身体 不会毁坏的身体 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然后 我们也要改变 我前几天提到有这个意义 我们 包括哪个呢 包括保罗 因为耶稣说 没有人知道何时回来的 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回来 包括保罗 保罗也不知道 保罗因为活着 他就想着耶稣回来 我还是活着 他不知道耶稣到底何时回来 所以他就说 死人就要复活了 所有信靠神的人 他们要复活了 成为不那为 我们 包括保罗 我们也会改变的 下文有解道 改变就变为不那为和不死 那意思是什么呢 保罗在等着这一天 他会改变形象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保罗也是在这一天 将来这一天 毫同活次出现的时候 他会改变形象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在之前 毫同活次出现之前 毫同活次出现之前 没有另一次机会 保罗会改变形象 只是要等到毫同活次出现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说 下面有写到的 现在到将来 毫同活次出现 那里始终很短 不过时间很长 不过不知多长 因为现在可能很短 也未定 就是之前 会有全体基督徒的 復活和改变形象 直到什么时候呢 全体基督徒 到这个毫同活次出现 才会復活和改变 这一点也有 他经文很清楚 因为他说 到时死人就会復活 那我们也要改变了 就是保罗来说 他以为他会活着 我们就会一起改变 那意思是什么呢 在之前 没有人会 这个全体的復活 基督徒全体復活 是不会发生的 直到毫同活次出现 还有下面 有全体的基督徒 復活的时候 和改变形象 就是毫同活次出现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因为一会儿一会儿 我们诗经也继续用这一点 我再试试用另一个方法来说 就是保罗说 到那天 我便会变成 不会扭买我 便会变成荣耀的身体 到那天 所以到那天才会发生 之前不会发生 很简单 到那天我就会改变 所以之前又不会发生 这一点就是 去到毫同活次出现 才会有全体基督徒 它是復活 和变成不劳慰 好了 接着我们就将 《弗洛基书》三章二十节 放在一起 加多一个经文 那里说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望着那能跳慢有 恢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的 自己的 自己的身体相似 这里说到 我们等候救主 就是耶稣基督从天降临 等候耶稣回来 那耶稣回来 那耶稣回来 会做什么呢 他就会按着那能 叫万有 归伏自己的大能 即是说他这个能力 叫全世界什么都归伏在神的大能之下 所有万有都归伏在他自己的能力 就是将他这个悲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将他这个悲贱的会扭围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里又说到改变了 那这个呢 并且改变呢 他就说是 好像耶稣荣耀的身体 那这个和高龙德前传十五章五十二到五十四节 其实都五十四节 是不是同样的时间发生呢 我们看看上面 高龙德前传十五章五十二节 至五十四节那里讲到 我们会变为不恼 变为不死 死的权势再无了 死被得性吞灭了 那就是说再无死亡 变成不会坏 不会坏 就是荣耀的身体 就像耶稣的身体 所以跟着 弗洛比书三经二十节 这里所说的改变形状 好像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 就是以上所说的 变为不恼坏 那就是说 是同样的时间发生 希望大家用心去延经一下 有些人没有心机读书 圣经还是没有心机读 但是我自己很深信 圣经是神的说话 很有权柄 我看的经文 我会留心去看 我感谢主 在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们神学院的老师 我们当时读全部用原文的 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他就拿了希腊文圣经 全部不准用 希腊文对英文的圣经 全部要用原文圣经 各个拿一本圣经出来 然后他就逐个字 逐个字解 逐个字拆解 很留心每一个字 我就从那里学习到这种 这种圣经的方式 很留心每一个字 所以我们留心到什么 我们 这个词原来是一个跳门 保罗都说到时我就会改变了 即是说之前不会改变 到那日才会改变 而跟着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 就是说到那天 我们就会变为荣耀的身体 并且那天指明什么日子 第一就是耶稣从天降临 这里两处经文指出什么时间发生呢 就是第一就是 毫童末次出响 毫童末次出响的时候 第二个经文是耶稣回来降临 也就是毫童末次出响 毫童末次出响 就等于耶稣降临的时间 耶稣降临就有毫童末次出响 这个就是 为什么呢 发生的是一样 就是基督徒会变为荣耀的 尤其他经文 可能在前书15章52节 那里就说 其中一个很重要 保罗说 我们都要改变 就是之前不会改变的了 等到浩洞会出响才改变 那就是说 之前再没有一次 基督徒会复活和改变的 只是那一次 所以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 那一次也是同一次 大家有很多意思 那我再解释一下 让大家清楚 保罗说 到时 这个浩洞会出响 死人要复活 建成不纳坏 我们都要改变 就是到时候 未到时候就不会改变 到时候就会改变和复活 所以下面经文 《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 21节所说 身体会变为 好像耶稣那么荣耀 都是改变 成为不纳坏 所以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发生的时候 即是等于 如果你计算代数 上面是等于下面 所以 《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 就是耶稣降临的时候 好了 下面我写了一些结论 第一就是 《腓立比书三十节》 才会有全体基督徒的復活 和改变形象 是到时才有 之前没有的 然后 改变成为不纳坏 也是改变形状 《腓立比书三十节》 是相等于的 有《腓立比书三十节》 是相等于的 有《腓立比书三十节》 就是等于耶稣 从天降临的时候 好了 接着我们又加上 第三段经文 我们用四段经文 来证明这件事 证明耶稣何时回来 《腓立比书三十节》 mixing 了《腓立比书三十节》 《腓立比书三十节》 《腓 stands要离圆谈已》 《腓症從天降临后来重枯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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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重枯到《腓立照》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这里讲到什么发生呢 主亲自从天降临 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掌的声音 然后又有神的号吹响 我想讲讲这三处经文 讲到号这三处经文 第一是哥伦多前书十章五十二节 末字号同 在希腊文是South Peak 那些字即是Trumpet 喇叭或是号筒 同样在《协塞尔甲前书》四章十六节 这里亦都是同一个希腊文的字 我们看《马亚太福音》二十四章 亦都是同一个字 又是号筒没次吹响 又是讲到神的号吹响 这里讲到神的号吹响 就是同一个字 都是用Trumpet 或者是号筒 因为吹响的时候 在基督里面死的人 就先复毁了 又同样的事发生了 就复毁了 信耶稣的人复毁了 正如我们所讲的复毁是基督徒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变成不老坏 如果非基督徒 不会变成不老坏 非基督徒变成了身体 是老坏 在地狱里面的身体是腐烂的 但是呢 信耶稣的人会复活之后 身体是不老坏的 所以这个不老坏 是基督徒的 好了 这里讲到基督徒 死了基督徒会复活 然后呢 那时候在活着环传流 这里又用过我们 又一次用过我们 保罗又包了他自己在内 我呢 就等到那阵时 和那些活着环传流的人 一起 和他们一起 被提到魂女 在空中与主相遇 即保罗呢 他就 他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 他就当自己 我现在活着 那么耶稣回来 我也活着了 这样的想法 所以呢 以后我们 这个十七节是非常重要的 又是有个我们出现的 我们呢 活着的人 到时呢 和他一起被提到魂女 所以呢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 保罗在之前 不会见到死人复活 以及不会见到基督徒被提 直至到那一阵 因为到时才会被提 对不对 就像这些先 《光临德》前十五章所说的 到时 浩同会是出响 我们就死人复活 接着我们就会改变形象 而这里呢 就说到 在这个神的浩出响的时候 耶稣从天降临 死人就复活了 接着 我们 就会和他一起被提到魂女 即是包括保罗在内 保罗在等着这个日子 将来到这个日子 我就会被提 不会再先过这个日子 即是不会先过这个日子 是会被提 或者是有复活的 是这个日子 同一日子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 正如《光临德》前书15章52节 那里讲到 我们到时会改变 所以是到那时 那时才改变 所以在之前是没有一次的改变 没有一次的复活 没有一次的集体 全体的标图的复活 然后在这里 《光临德》前书15章52节 也都是说 到那时 我们就会一起被提 那时的人的复活 所以 之前没有一次被提 所以将这个时间 偏看了一点 就是基督徒的复活 和神的号 所以这两个经文 是同一个经文 同一个时间 为什么呢 是有基督徒被提 是有基督徒的复活 和神的号出向 虽然这里没有说 神的号和呼之出向 但是要说到神的号和呼之出向 今天又说到被提 被提的时候 根据《肥立比书3章20节》 我们先看这个经文 被提 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 会改变为荣耀的身体 先读那个经文 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 我们就会改变形象 好像祂荣耀的身体 所以当我们被提到耶稣那里 见到祂的仇 一定是有荣耀的身体 一定有改变 所以在《贴塞连家》前书4章 那里讲到什么呢 有耶稣回来 好像《肥立比书》那里讲 耶稣回来 有神的号出向 死人要复活 因为我正先说过 死人复活是到了 保罗复活的时候 才有复活 之前是没有全体教徒复活的 所以是同一事件 有同样耶稣降临 有神的号出向 有复活 和改变形作 所以我们看到三段经文 是完全同一时间发生的 如果你去研究 你说不是 我欢迎你在网上和我回应 因为我们是找圣经 不是找人的教导 有时有人这样说 我信了这样几十年 我想说 我信主初期几年 我都是信灾前被提的 有时看到一本书 很兴奋 我还说给很多学生听 但后来我去到圣经大学 有一个希腊文教授 有一次 我们有一次有一个末日的讲座 有不同的教授说话 然后有一个希腊文的老师 站起来他说 他有一句说话打动我的心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研究希腊文 圣经这么久 我没有找到经文支持灾前被提 我看到的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听到是非常惊讶 我说了这么久 原来圣经没有说 于是我回去真的用希腊文看 整本西教圣经 一路找一路找一路找 最后在这个礼拜 之前我已经找到很多结论 但这个礼拜找到结论更加清晰 就是看得到原来是真的很清晰 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才是被提的 才是有这个复活和被提的 那时候我们就会永远和主一起了 好了 我们看看下面的字 第一点就是 活之号同 先有全体基督徒复活和改变形状 这是我们上面的经文所说的 在高林多前书15章 和腓立比书3章20节 就是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然后贴萨尼加前书4章 就说基督徒复活 他们被提与主永远同在 所以必定是会改变的 他们被提一定会改变 所以这两个经文是同一时间 所以这个末次号同的时候 也是主降林和被提的时间 就是说 贴萨尼加前书所说的 和其他几处经文所说的 是一样的 都是在耶稣回来的时候 死的基督徒要复活 活着的基督徒会改变形状 然后被提 是全部是同一个时间的 好了 接着我们将一个图列出来 这个图有弗里比斯3章20节 就是说主同天降林 接着他将基督徒的身体变为 和他的荣耀身体相似 接着高伦多前书15章512节 我佩户就是说是圣经没有的 我是由经文推断 达到的结论就是主同天降林 我一会再解释过 就说到有浩童末次出向 这个高伦多前书15章 然后死人要复活成为不纳围 然后活着的基督徒和复活的基督徒 又变为不纳围 然后在《帖宋人家前书4章15-17》 就是说主从天降林 有夫的天事长的声音 由神的号趋响 由基督徒復活 那里没有太过程 是我从圣经推断学出的 由活着和復活的基督徒一齐被提 与主相拥 永远同主同在 因为之前我们讲过 普罗所讲 还等候这个时候的改变 死人要復活,我们也要改变 所以保罗不会在那时候 在护士号同之前会復活改变 他不会的 只是到护士号同护士出向 所以我们看得到 在《高罗勒多前诗》15章 这里讲到护士号同护士出向 由死人復活,活着的基督徒 变为不那为 所以与弗洛比书所说的是一样 基督徒变为荣耀的身体 这里变为不那为是一样的 所以弗洛比书3章20节所说的主同天国 也在临前15章 不是意思是说耶稣回来的时候 然后贴上人家的前书 是清楚说到主同天国 人说到神的号,不过没有说活次 但是因为我们说 到保罗时才有基督徒復活和改变 所以当这里有同样的基督徒復活 和被提一定会改变了 所以一定会变为不那为 即使我们说将这几个经文联系 所以基督徒到时会变为不那为 所以这个号同也是护士的号同 那大家如果不明白 你再看回来 然后你都可以跟我联络的 然后还有第四处经文 就是马太二十四章 将这四个经文联系在一起 那时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就是说大灾难过去了 耶稣说以前没有笑的大灾难 以后都没有的 这个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热量又不放光 众色要与天上聚落 天世都要震动 三十节 那时人子的少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家 在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面 使者用号同的大声 将他的鼠民从四方从天者边 到天哪边都招罪了来 然后三十七节 罗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朝常吃喝嫁取 直到罗亚尽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 洪水来尿马 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 娶一个 娶一个 两个女人 推磨 娶一个 娶一个 好了 这里的经文是很清楚 因为 讲完这个大灾难 讲完耶稣降临 万族都要哀哭 我已经用红色挖了这些字了 灾难一过去 大灾难过去了 因为之前 讲到这个灾难之前 没有之后也没有 然后人子的兆头显然 就是说看到人子要出现了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就是全世界看到 不是一个秘密的秘题 因为灾前秘题的人 就说有一个秘密的秘题 有很多电影都讲的 忽然间那些人就会 驾驾车 忽然间司机是基督徒 忽然间撞了身不见了 因为教堂有很多人不见了 只剩下有几个人 不是真信耶稣的秘题的人 一直留在那里 如果有飞机师的基督徒 也会有飞机撞山 因为他再没有司机了 这是秘密的 但这个经文讲不是秘密的 是全世界都看到的 万族都要哀哭 全部人都看到了 然后人子耶稣有能力有大荣 要加上天神 没有人降临 是降临下来的 他要侵侍者用号筒 这个又是号筒 这个又是首席 这个号筒 将他的选文 有些人说这个选文只是犹太人 不过圣经有不同的地方 波罗西书 保罗称的人是选文 我们既是神的选文 圣结无外的人是选文 基督徒 外邦基督徒都是选文 从四方从天者一边 都招聚了来 招聚包括什么呢 所有活着基督徒 从以上经文我们讲到 死人復活先 基督徒復活 然后那些活着基督徒 一起改变形象 所以招聚的基督徒 应该包括死人復活 这里没有说 不过应该包括 就是那些死的基督徒 一起復活 然后活着基督徒 一起改变形象 就将他们招聚了 用这个号筒将他们招聚 然后三十七节 就讲到好像落雅日子 那些人就以为没有事了 没有灌 嫁水了 怎么知道 忽然间洪水来 将他们冲去 有一个审判 就是说在耶稣回来的时候 是一个审判 万族都要挨空 还有好像洪水来冲走他们 就是说他们要受惩罚 不是一个秘密的仇 是万族都要挨空的仇 将他们全部冲去 然后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就娶了一个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被拣损 这个就被召了 那个号筒将它召了去 剩下一个 就丢了一个 这个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就是被提的 好 我们看看里面的时间是怎样 首先是大灾难之后 是大灾难之后 然后全世界都看到 所以是世界末日 是最后的末日 并不是灾难前 是世界末日 是大灾难之后 然后耶稣降临 全世界都看到的 然后有豪童 这才有一点很重要的 在哥伦多前的神章那里 号童活字吹响 号童活字吹响 那里说到 就是死人要复活 死人要复活的时间是什么呢 是仍然在这个世上的 因为如果去了将来的新天生地 死了旅途已经复活了 所以哥伦多前诗15章所说 是他们在过程复活着 所以是由今世转做来生 今世转做来生的时候 他们复活 所以说这个号童活字吹响 是今世最后的时刻 他们要复活 所以这里讲到 这个号童 是耶稣回来的 耶稣回来 给这个世界最后的时刻 万族都要哀哭 还有那些人要被水冲去 就是被惩罚 而下面经文我们没有写出来 就是说到 恶牧被审判 然后善牧被赏 然后马太二五章 其实在原文正义 没有分开一章一章 是连贯的 就讲到十童女 五个蠢的就没有预备好 然后就五个聪明的预备好 然后就按裁判受审判 就是有五千二千一千颗银子 五千两二千两个中心牧人 就得到赏赏 然后就是 就是炎羊山羊 有造在主的顶身上 就是得赏赏 然后那些没有造在主的顶身上 就会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预备的永恆里面 所以这个是全世界审判的时候 是抹后最后的时刻 所以这个号砖一定是抹次号砖 这一点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 你可以找我的 很明这个世界最后刻 所以一定是号砖没次出去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会拿走一个 只剩下一个 好了 我们将这几个经文联系在一起 我们就是看右边那里 马太二十四章 日大灾难 主的少头在天上 万族都哭了 主教云降临 然后呢 褒童招聚的选民 然后呢 那里的那里 基督徒变文不纳维 那里我就加上去 是根据经文来解释 然后跟着呢 罗砖的时候 人们被水冲去被惩罚了 那时拿了一个 剩下一个 又是善募赏赐 恶仆主佛 好了 这里我们看到 跟前面的机会有什么相连呢 首先有主教云降临 是相连的 所以我弄了一个等号 然后呢 号砖有个号砖 所以这个号砖是末子 为什么 已经是世界最后一刻 因为在巴伦多前书的十五章里 说 在号砖末次吹响 死人要复活 所以那时候 不是进入了新天生地 仍然在今世 最后一刻 那时候那些死人会复活 所以呢 那是末次号砖 所以这个巴伦多 马太二十四章 也要说到 耶稣回来了 所以一定是号砖末次吹响的时候 然后呢 拿一个 那一个被召了 被召 带到耶稣到 自然就会改变形象 所以这里就加多 基督徒变为不老坏 所以是相等于的 就是三个经文 都是有 首先高龙德前书 是那个死人 復活变为不老坏 然后贴纱德前书 也说到基督徒被提 所以是不老坏 然后跟着马太这里 是那些选民被召了 所以他们也会变为不打运 所以是等于的 然后拿一个 剩下一个 这个是等于被提 那就是说 原来三月经文 是说同一个时间 所以被提 什么时候 是耶稣回来 摘基督徒的时候 并不是之前 是没有圣经说这件事 是一个完全作出来的说话 但是很多人相信 网上是多得不得了 那有什么后果呢 很多人就以为 哇 哇 有疫情 就快要避提了 那我们就 现在做好准备 就等避提 快点避提 那他就 免了一切灾难 免了一切责任 就不免了一切避提 就是很多基督徒以为 那就大解血了 耶稣是说 基督徒要被逼迫 那有些人说 那很惨 在这个时候 就是基督徒 荣耀神的时候 也都测试出 哪一切是真信和假信 这个时候 我们会得懂额外的帮助 因为耶稣说到时 圣灵会指教你当时的话 神也都会有神 他会在圣灵指教 就是说 神的能力和我们一起 神会给我们能力 在这个时候 有能力 有神迹歧视 来 供应我们 来帮助我们 因为圣经说到 信我的人 我所做的事都要做 必须要做更大的事 所以到时我们都会 做更大的事 就是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更加需要五颈二鱼 神可以叫我们得到胃饱 神可以叫我们逃脱患难 可能走在水面上 移山 可以将山移在敌人的前面 让我们可以走到 这些都是神可以用的方法 我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 不过我们相信神的保守 我们就说 我们永远神 神喜悦的 我们将来会得到 神的喜悦和大的赏赐 是即时神的喜悦 神的帮助 如果在受挥巴 最痛苦的时候 我说神啊 我已经荣耀你了 你接我的灵文 神都可以用他的超自然方向 接我的灵文 也都神可以叫我们 保持彼得 将他带出监狱都可以 神可以做任何的事 所以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在末后日子 只能够会议神 而今次的疫情这么严重 是让我们看到 有可能 我们可以进入一个 活后灾难的时期 很多教徒以为还有很久 其实未必是很久的 好了 主耶稣的 正在我们讲的经文 主耶稣的福利 如何叫我们起死回生呢 我们看看那些字 地上怎样困难 神同在祝福我们 就算地上怎样困难 其实现在这个疫情 因为全世界很严重 177万人 是有很多很多人 有这个病 也都是很难去停止的 我们求助帮助 求助联敏 希望这个不是真正 最后的灾难之一 但我们也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有多困难 神和我们一起 我们有神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基督徒 不要只看着疫情就很害怕 而是靠着耶稣得性 好了 那今天所说的 就是有属天的生命为权命 我们已经和耶稣一起活过来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有复活的大能 神给我们复活了大能 也有神给我们恩赐 还有我们会复活和改变形象 被提到神的面前和他一起 所以神会陪伴我们 神在回后日子 将很多的恩赐礼物赐给我们 好了 这样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在回后日子 应该做什么呢 就是更多是请禁人 和建立人 这样做的时候 神是很喜欢的 首先一定是从神的爱得力 亲吻神 就算受运牌的时候 我们做惯了亲吻耶稣 多谢天父赞美 天父耶稣爱的爱 可以即时经历 神的平安和能力 我希望大家时持有这个习惯 学习如何用心灵诚实爱神 就可以随时经历神的同在 如果你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接触我们 我们可以很乐意帮助我们 如何从神得力 如何亲吻神来都得力 然后我们脱离恐慌区 一路成长 为什么恐慌区 很多人又抢购 有什么人抢购 因为这些困难就立刻很害怕 这就是一个恐慌区 学习区别 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是真的 圣经教我怎么做 我开始要预备自己 求神带领我怎么行动 然后最后成长区 就是我放下自己 我愿意给神使用 我愿意靠着耶稣得胜 我愿意靠着耶稣向前走 这样的时候我就能够得胜有余了 希望大家脱离这个恐慌区 有很多人经常传说 哎呀快点储粮吧 你储的粮食够多久呢 你储到水可以放多久呢 圣经说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 水都会变缺了 你储的水能够有多久呢 所以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 你是用神的方法 我不是反对储粮 但不要想着储粮会解决 是一定是从神而来的 在日子圣经说到呢 就是有很多人跌倒 并且彼此陷害 彼此攻击 这个日子将来会有来到反教的事 将来很多基督徒很震撼 也都因为这个灾前被提的观念 有很多基督徒因为这样可能 他说圣经都不对的 圣经说灾前被提都没有被提 但这个不是圣经说的 是人说的 不是圣经说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将这个片子传开 让人们知道 从圣经我们知道是耶稣回来的时候被提 并不是灾难前被提 圣经是没有说过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心 帮很多软弱的人 我们周围现在见到的人 我们都帮他 好了 去到灾难中的精兵是怎样呢 一样是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与这个关系得力 第二 聆听圣灵指教我们 去说什么和做什么行动 聖灵会带念我们去说什么 做什么行动 还有相信神的神迹性的供应和保护 祂可以赐给我们五领二元 可以赐给我们抹水 从盆石出水 从没有水的水喉出水 神可以用各样的方法供应和保护我们 我们可以离开监狱 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还有很重要的标徒要受训练 不能够接受受印和拜仇 因为圣经说到 凡是明智没有在生命册上都要拜祂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拜这个仇 不要说想着我拜完之后后悔了 在圣经说是没有机会的 圣经说到凡是明智没有在生命册上都要拜祂 现在已经有些国家是很多放在微型晶片 这个微型晶片是很方便的 开车也可以的 它的车可以开车 开门 银行户口 户照 全部在里面 信用卡 什么都在里面 暂时来说不是迪基督的印记 不过将来迪基督很容易让它溶炸 怎么样呢 到时 现在很多国家 很多人已经用着微型晶片了 他用着微型晶片的时候 迪基督奖辈了世界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好了 我们现在的系统 全部是一定要拜迪基督 你知道在系统才运作 那些人已经习惯了这个时候 他自动转了 他都不等他批准了 即时将它转了 所以到时是很危险 所以如果有一天 是有这些微型晶片 叫人 你用了就会很方便的 我们绝对拒绝用 当然有些病人 他用了晶片 就将病历放在里面 这个我不反对 但如果普通情况 是绝对不需要的 在这个情况 我们是拒绝 而且真的到达拜受人 我们一定要拒绝 就算死 怎么折亡 我们都要拒绝 因为 其实一个人 受苦不需要很多 就会死 并且我们要求耶稣 接磨的灵魂 我们可以很短时间 神接磨的灵魂 所以不要因为痛苦 而拜这个受 有这个受苦 和殉道的心 其实现在有些人都说 我们有这个殉道的心 神就下面一套了 主会陪陪我们的力量 还有我们可以有 圣灵的能力 传福音 还有建立人的灵命 还有神就喜欢了 希望大家都有这个从神的能力 神就叫我们起死回生 这个起死回生不是说 有些人就说快点快点疫情 快点消失了 下个礼拜没了 下个月没了 未必会 但我也希望他快点消失了 让我们还有机会去传福音 让我们还可以列国训练人 灵命更生 预备耶稣回来 今次你告诉别人 就快耶稣回来了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说这句话给你 就快回来了 起死回生 我知道耶稣回来 所以我要有属灵的力量 有属灵的能力 不具怕 不被人影响 不被环境影响 有信心 坚定 而不是说要环境好 我们才开心 有些人就说 环境好 我就开心 我们在环境困难 依然开心 从神得力 从耶华得力 因耶华而有的喜乐 这个就是我们的力量 也是神所起业的 以耶华为乐 神就将我们心理所求 会赐给我们 祂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也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 得着这个神的 起死回生的能力 是跟着他一起 满有神的能力 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唱一首诗歌 主我公布你的名 因为耶稣从天上 降世间 又能救我们 祂升到高处 祂是从死里复活的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主耶稣 多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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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慈祢 祢 我们要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我真的觉得 我们是末后最后一个 阶线的人 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荣耀神 可以给神使用 给神祝福 大大的祝福 很多很需要的人 就算基督徒有很多很软弱 很多基督徒一想到灾难就怕 不用灾难 给家人笑一下 给朋友笑一下 我们已经不敢祈祷了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以耶稣为耻 主我告给你 祝我告给你的面 祝我心为正常的面 我神因为你爱我 我神因为你救赎我 你重点双方世界 只因我路 在世间被凌十甲 我最特素 从十甲乎分裂 祝我生活 绁白 耶稣为 Gesù 祝我靠你 永遠 祝我心不知重點 我神因為你愛我 我神因為你感受我 你終結 想當世間 只日我路 在世間被定上 救我最可送 你從手到封印 從封印 少知 全我古具你的意見 你終結 想當世間 只日我路 在世間被定上 救我最可送 從世間被定上 救我最可送 從世間被定上 救我最可送 全我古具你的意見 你終結 想當世間 只日我路 在世間被定上 救我最可送 從世間被定上 救我最可送 全我古具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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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幫助我們 知道耶穌從死都在復活 並且聖上奉天 助我最神的右邊掌權 主耶穌幫助我們 全身為你 全身為你 將生命獻上給耶穌 全身為各位 是 vit undsom 全我超 fabric 全我最可送 全我最可送 全我公司 全我無法輸走 神就会祝福我们的生命 神就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越是要保守自己生命 靠自己的 越是失丧生命 但为耶稣失丧生命 就会得着生命到永远 我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窝口 日子做一个辩证耶稣的人 不要做一个 在恐慌区 有一个恐慌的人 不要做一个软弱区的人 而是做一个影响周围的人 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回不到聚会 很多人就软弱 求耶稣帮助我们 亲爱的天父 靠祢经过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回不到聚会的时候 坚决的倚靠耶稣 坚决的困住耶稣 信靠耶稣 亲爱的耶稣得力 并且尊重耶稣 向人全人福音 坚固我们周围的信心 多谢天父耶稣 我们需要祢 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 与我们同在 多谢耶稣 神必与我们同在 我们爱耶稣 一定是最好的 我们爱耶稣 神一定保守我们的 我们一定不用惧怕的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尊主保守每个弟姊妹 重诸得力 起死回神 不要惧 不要惧怕 来奉主耶稣圣明 阿门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连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连你的国 光临 连你的子 行在地上 连同行在天上 我们人的饮食 今天赐他我们 免我们的债 连同我们人的债 不叫我们 要见赐 救我们 求你同乐 因为国度 权力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连主耶稣 经过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要你每一个同在 经过你的信心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站稳 靠着耶稣 站得稳 并且荣耀耶稣 靠着耶稣 放弃自己的生命 一粒墨尖 不落在地上 死了 也刑了一粒 落在地上 死了 就起身 很多字粒 来远主祝福大家 保守大家 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 耶稣与你同在 哈利路日 哈利路日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